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7月1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我是姚雪松 来关注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今天为期三天的 第13届新领军者年会 也就是新领军者年会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夏季达沃斯论坛 在大连拉开的帷幕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 领导力4.0 全球化新时代的成功之道 与会嘉宾将共同探讨 应对全球环境挑战 区域竞争 经济差距问题 以及技术变革等重点议题 有关前方最新的观点碰撞 我们马上来连线 财经频道记者李思玄 来听一听他的观察 你好思玄 时间交给你 你好雪松 好的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其实你刚才已经提到了 现在整个大连呢 已经进入到了 夏季达沃斯的时间 我们知道呢 世界经济论坛 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 都会举办新领军者年会 从2007年开始呢 它其实是在中国的 大连和天津 这两个城市交替举办的 大家现在其实可以从我的镜头当中 看到我背后的这样一个 新领军者村里面呢 也是人头传动 其实现在呢 已经有来自全球的 2000多名政界 商界 还有学界的领袖 汇聚到了大连 那么从今天开始 一共三天的时间 大连都是在这个 夏季达沃斯的时间里面 刚才其实咱们提到过 这几年的夏季 或者是冬季的达沃斯年会 它都有一个主题 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 然而是在今年年初的 冬季达沃斯上呢 第一次提出了 叫做全球化4.0 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这次的夏季达沃斯呢 其实在此之上更进一步 探讨的是在全球化4.0的 范围之下的领导力4.0 所以说这三天啊 大大小小的200多场分论坛 还有学术研讨当中呢 有不少是关于经济领导力 技术领导力 还有责任领导力 等等的多个方面 那比如说今天早上呢 我就主持了一场 也是此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 很重量级的分论坛 它有关的就是经济领导力 那嘉宾的规格呢 也都非常的高 比如说中华的董事长 宁高宁先生 经济学家朱明先生 还有来自包括像亚投行 摩根大通 以及麦肯锡的 这些全球领袖们 我们一块探讨的是在当前 全球化4.0的背景之下的 中国经济的前景 今天这个日子也非常的特殊 因为今天呢 是2019年下半年开始第一天 所以说站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点 我们首先去探讨了 当前的全球的经济背景 我们知道虽然说 大阪的G20峰会 释放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但是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 依然存在 地缘政治依旧存在着不稳定性 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 中国经济向着高质量去转型 而且呢各个领域进一步的开放 其实可以为全球提供 方方面面的机会 比如说制造业 服务业的开放 金融业的开放 以及在技术领域的合作和升级 那么用麦肯锡的董事 合伙人Kevin Sneader的话来说 他说相对于中国 需要全球的市场来讲 可能全球市场 更加需要中国这样一个 充满了活力非常大的市场 那再来给大家预报一下 明天整个夏季达沃斯年会的议程 那明天的一些议程呢 其实很多都和技术领导力 这样的一个主题相关 比如说有万物互联 有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人才 如何改变我们的贸易 当然大家非常期待的 还是明天上午的开幕市上 理科奖总领呢 即将做出的特别致辞 我们希望可以听到 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注入新的信心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到目前为止 在会场的一些观察 接下来的时间 交还给你 薛宗 好 感谢思泉来自会议前方的一些报道 那么当前的全球不稳定 不确定的因素 现在确实在增多 世界各方也期待着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上 能够倾听中国声音 与中国深入对话 围绕着本季年会的主题 央视财经频道和世界经济论坛 联合举办的一场题为 中国经济前景展望的分论坛 与回嘉宾就全球经济大背景下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展开了讨论 与回嘉宾认为 目前全球经济风险加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今年上半年纷纷下调 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预期 投资者信心受挫 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 就处在全球经济 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 随着一系列稳增长 调结构的措施效果显现 今年一季度 中国经济同比增长达到6.4% 我认为现在在中国的情况下 是什么已经预测期待了 很久的 增长达到高峰 但降落到更坏的高峰 更坏的高峰 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 在逐渐的平衡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 很健康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 其实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结构转型 这个结构转型就是从产业经济走向服务业经济 出展经济走向服务业经济的时候 最大的挑战是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此外在论坛上 嘉宾们也肯定了中国在加大对外开放 改善营商环境上的举措 特别是开通 互轮通 互港通 深港通 以及科创版等模式的创新 近日刚刚宣布的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也显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 稳定了投资者和企业的信心 中国的企业真正面对的 我觉得是转型吧 是一个升级 它会在它的经营的方式上有极大的变化 来关注上海垃圾分类 从今天零点开始 上海正式步入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时代 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规定 从今天起上海的生活垃圾将分成 干垃圾 湿垃圾 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这四类 在所有的居民小区 垃圾桶也将出现大屏上 我们看到的这四种颜色的垃圾桶 颜色不同代表着回收的垃圾不同 其中干垃圾要扔进黑色的垃圾桶 湿垃圾要扔进棕色垃圾桶 有害垃圾要扔进红色垃圾桶 可回收垃圾扔进蓝色垃圾桶 从垃圾产生的源头到末端处理 上海将实行全流程分类管理 其实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些国家 建行了零废弃的生活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到美国的旧金山去看一下 2003年美国旧金山环境委员会 设定在2020年实现垃圾零废弃的目标 并在2009年通过了一项强制性法案 垃圾强制分类法 要求当地企业和居民 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 如果在不可回收的垃圾桶内 发现可回收或可堆肥垃圾 环境委员会将对出犯者给予警告 对于多次违规的小型企业 或单户住户将处以100美元罚款 大型企业和多户住宅 将处以最高1000美元罚款 据英国卫报报道 2018年旧金山已经实现了80%的垃圾 都能够获得分类回收 相当于150万吨一年 这个数字远远领先美国其他城市 而在纽约只有21%的垃圾被回收利用 芝加哥仅有10% 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 传统产业如何升级 新型产业又如何加速 都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内很多城市已经开始了尝试 今天上午江西省新渔市 就与京东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探索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的新模式 根据合作协议 江西省新渔市建设京东新渔新经济产业园 在产业园中落地电商商家服务中心 互联网加应用示范中心 建设产业大数据服务平台 智能仓储物流中心等 打通传统工业和农业的网络销售渠道 改造传统产业供给链条 此外 新渔市是我国锂电池原料锂盐的重要生产基地 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锂盐生产链条 将有助于壮大当地新能源产业发展 来关注ETC的相关消息 从今天开始车上安装了ETC的车主 在高速公路交费的时候 将会享受不少于5%的车辆通行费的优惠政策 所谓的ETC就是指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 在这之前各大银行早就开始主动推荐ETC 千方百计的吸引用户 深圳市民姚先生开车上下班都得走高速通行 他告诉记者高速人工收费口常常要排队 有时甚至因为排队耽误时间导致他上班迟到 另外周末或者节假日高峰期 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拥堵现象更加明显 最近他看到银行在推广免费办理ETC 立马就在手机端申请办理 以前的话正常走高速 我通行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左右 自从办得不用去排队的话 走到差不多在40分钟可以回 还有就是说如果说自动通道也堵的情况下 我可以把卡取下来 在人工收费通道同样一个人工通行 这是很方便的 记者走访深圳几家银行网点时了解到 各大银行目前都在推广办理ETC 为了争夺用户 有些银行从原来的免费上门安装 变成线上全流程操作 还有些银行推出通行费95折9折优惠 我们现在活动有过高速那种9折6高速的 银行大力推荐ETC是因为根据交通运输部 关于大力推动高速公路ETC发展应用工作的通知 要推广高速公路ETC 在年底前新增ETC用户1亿以上 使全国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 为了拓宽ETC发行服务渠道 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 非银行支付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等紧密合作 允许ETC绑定既有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 支持商业银行推广发展 加载交通行业应用的联名卡 鼓励扩大移动支付车道覆盖范围 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最新动态 今天是A股7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也是2019年下半年的开局 在多重利好的刺激之下 三大股市全线大涨 截至今天收盘 户指上涨了2.22% 暴收于3044.90点 深城指上涨了3.84% 暴收于9530.46点 创业版指数上涨3.75% 暴收于1568.16点 两市合计成交是6141亿元 行业板块几乎全线上扬 各股方面也是涨多跌少 户深两市近3500只股票 以红盘暴收 中国科协昨天发布了 2019年20个对科学发展 具有导向作用 对技术和产业创新 具有关键作用的 前沿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 包括暗物质 禁地小天体防御与开发 大地震机制 及其物理预测 人工智能等等 此次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阅三角落 二路 眼镜与点栏目 人工智能 是在只能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赔白姿 就是这件事 我们下次见 明镜与点栏目 您大喜 Ver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